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電論超級聯賽第五輪賽事 今輪變題為雙軌制 隔方變題發展於宇宙是人類之福 月方變題發展於宇宙是人類之禍 對賽雙方為隔方波道書院 以及月方基督教聖略教會兼樂中學 先為大家介紹雙方電源 隔方主變潘康彤 第一副變周文軒 第二副變黃心瑜 結變趙心儀 月方主變范嘉嘉 第一副變高宏咒 第二副變黎心賢 以及結變陳謙 作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 南田聖火錄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黎雅文小姐 以及天主教崇德經文書院粵語電論隊教練梁禧堯先生 本場比賽分為主變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以及結變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好像發言時間前30秒有一釘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釘提示 叮叮 超時15秒則會連釘三下 叮叮叮 接近 打斷電元發言 另一 timino indic 明白到可력 Biだけどを示範 聽不清楚中、中、芯 所以每一節盛的時候 都會加以手勢Well 提示 表現有責任留意營光幕 而不建議用中15秒的緩衝時間 其餘詳細的賽孿 欣賞各個參賽同校 請問比賽的主編 請問賽育有沒有問題? Well,比賽正式開始了 現在先請隔坊主編發言 要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來計 basta 请问听不听清楚 3 2 1 丁 主席 评判 游光诺 各位 大家好 不经不觉会回网发展超过50年 继续了一个更方便快捷的虚拟世界 下一步就是由二维 三维的虚拟空间 发展至四维空间 即是今天电台所指的元宇宙 元宇宙的概念就是通过技术和工具 例如虚拟实境和擴充实境 建立一个虚拟空间 用家可以在里面学习 工作 娱乐等等 涵盖在现实空间做到或者做不到的事情 为人类创造第二人生 现时元宇宙并没有一个官方的定义 但整体而言元宇宙的特征有三 一 沉浸式体验 用家透过第一身视角 配合VR眼镜等工具 多感官刺激 等玩家有贴近现实的体验 二 高度互动性 进入元宇宙后 用家之间能有社交活动 透过一个更广阔更具创造力的空间 和其他身处在元宇宙的用户互动 三 尽量去中心化 和现实世界有分别 玩家虽然都要遵守元宇宙副公司的规则 但是用往往可以在开放的空间创造 过程中并不会派发任务 或者指示 生活由自己控制和拥有 发展元宇宙对人类的复活 就是在于是否能够 为个人和社会 带来进步 还是倒退 而我方认为变题成立原因有二 一 满足精神需要提高个人幸福 根据马斯洛需求论 元宇宙非常贴合人类 在精神层面发展需要 包括自我实现的需求 专业需求和社交需求 藉着元宇宙开放性的特点入换 更加可以随时加入各个元宇宙的空间 对社会小众人士而言 由一个地方跳入一个宇宙 找到志同同合的朋友 实践价值信念不再孤单 元宇宙还可以让用户体现到 现实做不到的事情 例如是飞 无限次复制材料 更加可以将想象化为真实 满足人类无穷的想象空间 最后元宇宙可以消除物理限制 维系关系 例如在疫情下飞机禁锡 我们只能够在意围空间和亲人见面 但元宇宙就可以被我们面对面地交流感受温暖 二 虚实相互相成 推动社会发展 元宇宙突破现实对时间、空间和资源的限制 令人类受惠 元宇宙的多样性和可塑性为用户提供一个更大的创造空间 令他们可以将一些原本虚构的想象化为现实 例如在2019年 美国由他州的医科生透过AR 进入元宇宙后 看到患者的3D试图 帮助他们更精准地判读 计划和执行手术 由以往的平空想象 变成现在的实际行动 无疑是在现有的医疗技术上更进一步 推动科技发展 元宇宙的沉浸式体验和跨时空技术 可以令用于切身处备地学习新线 更加有代入感和真感 例如学生可以在历史堂上透过进入元宇宙 和老师和同学一起回去古罗马时期 以旁宫者的身份观看一场战争 透过视觉、听觉、触觉的刺激 令学生更意掌握过堂内容 而这件事是只有进入了元宇宙才可以达到 只是确保于现实世界就永远无法发达到 这种极知识的体验 最后想问柳方 如果认为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祸 是否觉得应该取消 現有一切与元宇宙相当多些合目呢? 多谢各位 隔方主便发展时间为4分0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又请月方主便 你要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清晾镜头示意 你们mew了自己 至迷 至迷 麻烦再次 不好意思 至迷 好 3 2 1 兵 主席、评判、浅药、各位 大家好 蔡翁、失马 燕尸、非督 和颜 都可以和水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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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这些一切讨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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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非由各國政府或者銀行管制機構所提出 而與其相反是由一些科技大企業所提出 例如Meta, Microsoft, Google 而從這個角度出發的元宇宙 最終會令元宇宙相等化、市場化 我反而為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我 是建基於以下三點 第一,發展科技企業會操控人類活動 最終令人類失去自由貨、好世界價值 正如我剛才所說 既然元宇宙本質是生育性質 科技企業為了淡取利潤 會利用詞予就收集更多個人資料、數據 包括感官反應 從而更了解人類行為的特徵 這些大數據正正就可以幫助科技企業 去發展人類不同的活動 包括消費和政治活動 而過往Facebook亦都成為收集更多的數據 從而影響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公投 因收集通訊軟件的資訊 為市場銷售著針對性的宣傳 因此人類往後的消費和政治活動 都會失去自主權 從而令科技能夠操控不同的人類活動 導致人類失去自由 破壞土地價值 第二發展元宇宙會加強反負圓屬 製造社會不平等 破壞土地價值 科技公司為了重新同工 贊取利潤 除了受賣更真實的體驗而去外 也會將元宇宙世界裡面的物品 圖增的商品化 正如區白鏈技術 最終形成區別貨幣 又或是NFP都成為炒賣的商品一樣 最終元宇宙只會來越有錢 就越有權力的地方 昂貴的儀器 例如VR眼鏡 感官刺激等 再加上公佣頭的網速 就先天排除一些落後國家 貧窮的人民進入元宇宙 元宇宙裡面也會越有錢 就越大權力 應用更完美的外表 更豪華的裝備 因此三分化的元宇宙 根本就環貴了普世價值裡面 所追求的人又平等 第三發展元宇宙 會令沉溺的行為越來越嚴重 最終破壞心心健康 影響人民的嚴重 有人認為元宇宙 寶貝第二人生 在元宇宙裡面 大家可以改變真實的自己 有更好的樣貌 身材 甚至之類 但當虛擬世界果於美好的時候 現實世界又怎樣呢 Google呈首席吸引官司的廣告 元宇宙越美好 人類就會更加放棄 原棄現實世界 平衡在虛擬世界的觀光裡面 無法自拔 最終只會令到沉溺的行為 更加嚴重和廣泛 令人們的身分健康大受打擊 以上各點增加由我方日 表現場加能實在這位 越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3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去到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甲方派出會台上電源 向越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然後越方主便亦會有1分鐘時間準備 1分鐘時間作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時間前15秒我將會有1丁提示 叮 9時則有2丁提示 叮叮 接著去到越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 向甲方主便提問 在這部分請評伴們留意 請評伴你們填寫分數的次序 越方分指第一格 依照發言次序會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好,我們現在請甲方 好,台上電源可以發問 你要1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示意 笑賴,笑賴 清楚,3,2,1,兵 白友方同學今天跟我們說 原理就定力能夠幫助人類發展 反而還會令我們人類文明套到軒 我們不妨看看實際例子 看看英國如何透過元宇宙醫恐高症 在這方面 英國透過元宇宙有沉浸式體驗的特點 去醫恐高症的病人 他們透過將患者暴露在一個絕對安全的可控環境 模擬出個人化的實境高度 幫助他們克服恐懼 而透過患者的回覆案發現 元宇宙的治療方式 是可以令恐高症減門68個巴士 而未接受的只可以減到三個巴士 那正確有方同學承不承認 這些是人類科技的進步 如果是的話 那為什麼這些不是人類之福呢 多謝各位 月光是一分鐘預備時間開始計時 為了要求疼走 我來看看 石頭 詞音樂 獅子 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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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接觸 好 越方主殿 你會有一分鐘回答時間 準備好整項鏡頭示意 準備好整項鏡頭示意 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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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著到粵方的提問,請粵方派出一位台上原發文料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鏡頭示意 請粵方派出一位台上原發文 3、2、1,丁 再說各位,有方同學說原宇宙可以化上像為現實,可以滿足人類在現今世代做不到的事情 我上問有方同學,你可不可以在原宇宙中寫一頓飯為自己帶來幫忙?答案是不可以的 所以究竟為何有方同學可以認為在原宇宙做的事情可以化為現實,令到你自己達成真正的成就? 政方處理一分鐘的預備時間開始介紹 先回答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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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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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就不是一定要停留在元宇宙裏面做完你現實做到的事情 再者其實元宇宙除了還可以做到更加多的幫助 我們例如飛 實現一些在現實中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其實元宇宙的發展在人類是有速 因為它還可以包括其他醫療方面的發展 如果需要有一些生活的需要的時候可以出翻 在現實中解決 謝謝 台上發問的環節結束 現在有請甲方第一副面發現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準備好清晉鏡頭試驗 3、2、1 可以享受到第一身跑步的感覺 這不是對當時人的一種生命層面上的免足 如果現在有班同學全部取消它 這將會全部化為靠它 我想問有沒有問題呢 接著有班同學就說 元宇宙一進入海 改變了自己的形象 回到現實世界就會覺得很大的落差 清真一點 根本是輸打燃燃的行為 一來又要享受到如意 就帶給你的沉浸式享受 帶用完之後又說太吸引 作死都不傷心 所以就說 這個是人們知道的 如果這個整天路近視的人 戴了眼鏡看得清 聽的人戴了坐聽器聽得到 除了之後看不到聽不到 反而會賴一副眼鏡和坐聽器 帶給你的落差感 一聽就知道不合理 然後你就可以超越物理的限制 從親人沉浸式的見面 自省時間方便日常所需 所以人類就已經受惠了 然後有什麼話就說 又要受到控制 你大公司控制它的數據 其實網絡世界一直是 存在於一個私隱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現實世界都是存在的 例如是元宇宙管理的問題 而是元宇宙公司處理手法的問題 就好像信號和渡舊 兩個都是通訊的元宇 但一個可以選擇保存用戶的資料 另外一個就將資料賣出去 元宇宙都是一樣 如果有資料的外線 錯 原來在發展元宇宙的本質 而是營運的平衡有多無量 有方不要再混淆視聽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若然這三年的疫情 在二十年後做到歷史重點 我們比二十年前多了的是 有元宇宙的應用和技術 每個人可以留在家中學習和工作 人也有益減 接觸大幅減少 是否會比現實世界來得更方便 更有效率呢 其次在教學中 還會有非常性的進步 例如香港科技大學 日前宣佈 將會在元宇宙建立 以前石井校園 Meta Hong Kong U.S.T. 迎接香港和廣州的校園 到時校方就可以同一個元宇宙 舉行開幕演繹 我想問一下 有什麼大學的場面 可以容納到數千萬的師生呢 根據我們 打破場地的限制來學習 以上總得不違覆 是什麽呢 請教官和學生願意的 多謝各位 好 甲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5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又請岳方一副 你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示意 3、2、1、兵 主席評判在座 各位大家好 聽完有方和我一副發言 我們不難發現 其實我們的衡量 真的有很多一致力多 例如有方和我今天說到 衡量人類之福的時候 你是說到這個需求需要 即是我方的保證價值裏 的自由國外平等 如果你愈自由愈平等 你就可以滿足到這個需求的需要 而剛剛有方和我講到 玄宇站可以打破到這個物理的限制 那你是不是真的代表 如果你在打機裏面做到你的事 其實現實中你也是做到的呢 有方可能說你好像不論了 其實馬斯洛裏面那個 需求金折口 最底層那個物理 那個物理層面是需要滿足了 你才可以繼續向上滿足其他東西 但是現在你元宇宙 根本就做不到你物理上的事 例如你吃飯 如果你元宇宙吃了飯 那你現實中是不是都不會保餓呢 如果你在最底層的東西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怎麽可以再繼續站上去你的金字塔 而今天在我方主編也有講過 發展元宇宙是會製造很多不平等 架齊另外的群夫元素 在近期裏面 元宇宙爆了很多相關的現象 例如原本 在原宇宙的形態上 他們都拍了一幅 公開243萬美元的數字土地 這幅數字土地 在未來的元宇宙可不可以應用到 都是一個人的 但是爆出來的這些現象 就只會密化了元宇宙成為一個金錢世界 令元宇宙的各種物品 變得商品化、商品化 都是廣動的 其實元宇宙只不過是一些公司的謀利工具 但是其實有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 他們不想看到他們必有的時候 更加不要說下一本BR 最便宜是2400元 但是其實在一些非洲國家裏面 例如布農籍這樣 他們的人均GDP都只不過是2100元的時候 他們連最基本的 最基本加入元宇宙的設備都沒有 買不到的時候 又怎麽可以跟隨這個元宇宙的發展呢 最終就只會令到社會不平等 加劇這個行判懸殊 多謝各位 略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17秒 無過時無需求分 接著請達方第二副辯 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整合鏡頭示意 可以3、2、1、丁 主席評判授的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方同學今天他們說他們的標準是要有人類生存這些東西的普世價值 那有方同學你可不可以在論證堡發展元宇宙就會令到人類生存不到 令到人類裂幕呢 這些人才可以講到你的標準的問題 而且有方同學你說發展元宇宙是一個商業的舉動 是由科學舉動去創造這個出來 有方同學來互裂的幽默論 如果你說原來就是科學舉動創造出來 就是一個商業活動他們用來賺錢的東西 但是因為他們有這些科學的創新 他們可以研究到才會令到人類發展得更好 就是好像互聯網那樣 當時都是由一些科學舉動去研發出來的互聯網 你又會不會說它是一個商業舉動拿來賺錢的東西呢 而且有方同學又跟我們講話 今天發展元宇宙會加劇貨元宇 因為元宇宙裏面你會炒賣這些NFT 你會炒賣這些房間房屋的問題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是不是發展元宇宙的問題 它是不是元宇宙本色的問題呢 其實不是的 這個其實我們人類現實世界律 一直都已經有這個炒賣的問題 我們人我們在業績中 我們會炒賣股票 我們會炒賣流化 跟這個元宇一樣 那方同學為什麼你會說這個是元宇宙的問題 為什麼你這麼大陸是元宇宙的問題呢 而且有方同學說的 在非洲的國家 可能他們沒有錢 就準備不到這些用具 但是其實當我們發展元宇宙之後 其實那個門檻會更加降低的 這些買這些VR、AR技術 用這些工具是完全會更便宜的 是的 還有要 所以要判斷 今天發展元宇就是人類之福的 要看它可不可以令到全人類文明 進步令到我們的物質 心靈更加滿足而不是 在這裡可能會令到人類的生存 而元宇宙的出現絕對是人類文明進步 一大歷史性折點 其實自古以來 科學家做了無數的實驗 希望可以突破到現實的限制 可惜都是不成功的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1943年 加勒電子和尼古拉格斯拉做的 廢城順宜實驗 有人說它成功令到整個驅逐艦 噴空消失了一陣 但是最終都是因為意外而失敗 告終 相信這個實驗結果 都是科學家甚至人類的一帶遺憾 我們在現實世界距離 順宜這個超能力 它是這麼近難我們 怎麼都好像沒有辦法突破到現實的限制 但是現在有了元宇宙 人類一直享用的超能力 簡直就是異過者 至於我們想去哪裏便可以到達 人類在元宇宙的見面 終於可以解決到現實的限制 但有很多時空的限制 實現到人類在這幾年做不到的事情 絕對是人類文明中 進步的一大歷史性節點 所以發展元宇宙 絕對是人類之福 還有我們在元宇宙可以飛這件事 我們在元宇宙可以做到 元宇宙做不到 但是我們絕對不是有期待這個現實 所以都是人類的之福 差點遇到 還有為什麼有分別人覺得 這個歷史性的進步 會是人類之禍呢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隔方二庫發言時間為3分0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然後又請月方第二庫便 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聽的鏡頭小葉 3、2、1、丁 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個人主席 開始跟我們說 元宇宙的好處就是沉浸的體驗 但這個正正是和現今技術之別 它更加是元宇宙的禍合之一 如我跟韓國說 元宇宙的沉浸的體驗 正正是因為這樣 它會令人類沉溺在虛假的世界裡 人類希望在元宇宙裡 更加在裏面和她虛擬的女兒進行生涯 這條短片短短四天裏面 已經有八百幾萬的播放量 同時有安門評價 從而死的技術是影響的 是無法選擇的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她的女兒在這三年裏面 媽媽一直沒有為何釋懷 再被她避開這場面 可能會令媽媽接受不到 甚至帶來更加大的心理傷害 連微軟AI情緒副製人 Tom O'Brien 都表示這種技術令人不安 是呀這種技術的確不可有安門的作用 但這些只是很短暫的 就像打了麻雀針一樣 一大約透過她的紅左耳眼 再加上 非如世界的美好 會令別人沉溺在 非如世界裡不再學問現實生活 最學問令使用者 在現實中轉變成隱蔽的影響 將整個人心搬入圓宇宙 不再看過在現實中轉行社交活動 檢查身心健康 這次我們不需要取消現今的 所有發展的電腦技術 但元宇宙這個程度的體驗 就正正是她的和外之一 除了影響別人的社交之外 她還會觸碰到別人的道德線 在朱榮的劇集中 有一男主角戴上V-Out 最快版的V-Out 就是遊戲中的遊戲 進入遊戲角色裡 發生一男一女的角色 正正是因為這個銀像式體驗的角色版面遊戲 被遊戲產生了 道德的問題 在網上自無忌憚進行妄暗 好好的遊戲世界裡 已經變成了網上的偷情場所 直到兩人的現實生活和感情狀況 再有分音狀況 已經完全破壞之後 始終止了這樣的交流 變得而各自的正通牆 讓我們知道 原宇宙在裡面是可以真實的 人家可以將現實和虛擬世交混淆 雖然電影的角色主角裡 剛才的自己沒事 但是現在 是不是真的可以跟自己的同性朋友 一學生日晚晚 交情 然後他們都可以吃油 但是換句來說 如果是家的親人 是不是真的沒問題呢? 瑞坊以赴發言時間為兩分 43秒 沒有過時 無須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千醒格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宜發問 請便宜開啟鏡頭 嫌頭你會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相同鏡頭示意 請隔方過道書院的台下 發問電源開啟鏡頭 和你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可以 3 2 1 丁 有方今天就說元宇宙造成噴灰元素問題 但是元宇宙是在祖福全世界的人類 就看醫療的例子 藥物研發行業就是一個雙十定律 即是研發一款新藥最少需要10億和10億的美元 新藥研發過程中又有近90%的藥物會在進入臨床試驗後失敗 今年2月芬蘭亞托爾大學就利用了元宇宙AI技術 去創造臨床試驗的虛擬對照試驗組 優化藥物研發過程中 各個環節也避免了找不夠善患者的問題 不單止可以提升藥物研發的效率 還有望降低研發成本 在這個過程中 第三世界的人民也有病可以治療 即是可以治療他們的病 難道不是在祖福全世界的人類嗎 多謝各位 現在 月光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謝謝 我們 我們 讓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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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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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3、2、1 兵 首先很感謝柳昌同學的提問 但正如我們剛剛提到過 現在一種藥物是很難研發的 首先是需要大量的資金和大量的時間 所以可能這就是導致一些新型的藥物這麼貴的原因 如果我們可以將這些技術帶入宇宙 接著就不斷去模擬 不斷去研發 這個藥物研發的成功率會大大增加 導致由本身貴的藥物都可能變成便宜 將這種藥物再帶到第三世界的國家 這種不是真實地幫到他們 如果不是真的幫到的話那是什麼呢 現在去到劫便的準備時間 想幫我劫便多了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開始解釋 請問一下 請緊急約會 請答案 請搭來 請多謝 丁丁,準備時間結束,我們先請粵方總結,沒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聽用鏡頭善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人類總是犯相同的錯誤,這句相信由機動戰士阿寶所說的文言大家都二熟能長,但人類總是不可以在歷史中掙取教訓,而這件事可以在元宇宙的法治之中更加嚴峻。 但我的窩是人類絕對不可以打開的觀察,自人類發展社會至今,財團是一個除了政府意外影響社會最重的角色,自千里年代網絡時代興起,情況可以說是日積增長,而Facebook、Instagram、務公司Vito為例,根據Facebook前員工Pherson Hogan所說,在2016年美國大小年間,Facebook以增加用互動為理由那邊內部的演算法, 令到社會增加,增加社會分化,令同心情更加大,原成大俊其實為了盈利,大財團根本會忽略社會的負面影響,而將後完美沈沈飾體驗的去中東大元宇宙。 作為政府,法律又難以佳定,順適到量化成,可以量化數據,大財團在現今社會影響沈紅,進入元宇宙更加不堪設想。 在最後,有方同學,有人24小時跟蹤著你,這裡你喜歡什麼,吃什麼,買什麼,還有24小時的專人推銷和賣廣告。 人生完全被人掌控了,難道成為快樂的豬就是有方同學所追求的幸福嗎? 而說到快樂的豬,不妨探討人類在元宇宙的精神問題。 在元宇宙之中,人類可以成為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樣子,可以打造自己最理想的世界,一起本美好。 但一切是建基於虛構的時候,相反地十分之不堪。 有一個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經歷失戀呢? 和身外的人分開,甚至反面,經歷這一切實在是不動的,絕對是不容易的, 但有時甚至感覺深不如死,但越正正是越經歷過這些東西, 才會得知愛情得來不易,才會懂得去珍惜。 但元宇宙的元美世界的出現,就會令人選擇去逃避,令人失去了成長的機會。 我再問入庵頭一個問題,滿足想像是否真的最好呢? 其實我不妨跟入庵頭透露,其實我幾年前阿爺已經離世, 我和阿爺一直感情很好,他甚至在老人痴呆的時候, 唯一記得的人是我,他幾年前離世的時候,我真的很不開心。 但是,等不等於我要進入完宇宙,去滿足我想再見阿爺一面呢? 但我不是,因為正正是因為我知道阿爺已經離世這個事實, 我才敢面對,我才敢成長,去成長一個更加完整的人格, 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再舉一個真實一點的例子,在二戰的時候, 美軍會派發雙兵、孖飛來做振動的作用, 是德國幾有用的,但美軍戰後面對的一大問題, 就是士兵全部鑄石貓兵的人都嚴重上癮, 導致會出大多的軍費,就是為了治療士兵的毒癮。 尤方婆甚至提到,原宇宙可以幫助這個教育, 其實我想問尤方能學,在一起建基於虛假的時候,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助教育呢? 我以幾百年前哥伯地的日生說為例, 當時人們完全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以這個前置為建立的原宇宙, 地球根本是宇宙的中心, 我們怎樣發現,其實太陽才有太陽系的存在, 那怎樣發點波技呢? 其實尤方同學,你脫上VR眼鏡, 不要再體驗在這個沉浸式的原宇宙當中, 脫上眼鏡,看看現實世界是怎樣, 尤方同學一直以原宇宙發展為基礎的時候, 根本不會認清現實的事情, 所以今天,你答應一下各位, 粵方結電,發展時間為4分1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我們有請隔方結電總結, 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去鏡頭示宜。 3,2,1,丁。 3,2,1,丁。 例如在文藝復興時代, 人民會反思宗教,研究科學, 又例如今時今日所說的消化時代, 資訊過濁、輔助現實等等, 但《文明中報》並不會在這裏指導, 互聯網即將由二維發展成一個三維的原宇宙空間, 我們的文明發展再吹上一個高峰, 包括我方主編所說, 精神層面上的幸福感和造谷社會, 令社會增幅, 對應多元宇宙的細節, 我方同學就有很多的擔憂, 第一個擔憂就是私隱問題, 有方同學就聲聲, 元宇宙會操控人類活動, 就會取得我們的私人之戀, 但有方同學提出這個論點, 其實就是元宇你們對元宇宙的人不理解, 我方已經解釋過, 元宇宙只盡量做到好中心化, 私隱問題只是元宇宙所屬公司所行的策略 引出的影響, 並不是元宇宙本身的問題, 所以這個擔憂並不屬於元宇宙, 第二,你們就有貧富懸殊, 元宇宙只是一個商業的舉動, 但是這個只是有方同學的元宇宙的理解存在偏差, 同樣的醜白行為是人類活動有關, 並不是元宇宙本身的問題, 而是人類本身上作出的舉動, 而基於這個理由, 所謂的人類之禍, 根本就是人類自己導致這樣的東西, 並不是元宇宙的問題, 而且元宇宙, 你們有個元宇宙會令我們 我們忽略了一班貧窮的人, 就是其實我們當中班 會犯齊了學術, 工作和醫療, 在元宇宙裏面, 我們可以無限重複, 不停重複元宇宙的元宇宙和元宇宙的元宇宙, 這些都是造福人類能力, 可以幫助貧窮任何方法, 但是元宇宙同學又是否否定這些就是人類之福呢? 第三,元宇宙同學就說, 元宇宙令我們有無差感, 元宇宙都是建基於是推假, 但是元宇宙已經說過, 這個說法其實是極荒謬的, 元宇宙帶給我們藏淨式的體驗, 但元宇宙同學還要賴回元宇宙最後, 同時元宇宙也承認了, 人類在元宇宙已經受慮了, 既然是這樣, 這些好處已經不是人類之福呢? 今天元宇宙所有的元宇宙說到尾都是一些無論據支持的說法和暗示, 他們從來都沒有論證本教這些擔憂對人類來說是一個禍害, 更一隻字不提為什麽這些人類自己本身帶來的問題, 可以凌駕於元宇宙為我們帶來的離處呢? 最後我方已經認證了, 元宇宙其實講的說法已經不足為了, 不足為高, 其實一直以來, 很多人類社會出現突破性格力, 使得我們的生活又重新腹病的改變, 這個時候人類就會有很多的擔憂, 但明明我們見到就是元宇宙可以穿越時空, 某些可以帶學生他們意志之長, 體育戰爭撐空, 因為元宇宙可以安全用程式體現, 英國醫生可以幫避人舒緩百分之六十八, 這個很高問題, 因為元宇宙有無限的瘡咽, 英國女子可以邀請自己已經過了新的父親出席婚禮, 跟元宇宙可以令人類邁向一個新生活, 甚至令我們擁有第二人生的時候, 為什麽我們還要對這些擔憂去束縛自己呢? 即使知道互聯網代表我們的好處, 但經常會理解和物資格監憂恐懼, 人類仍然不會接受, 互聯網都一樣有利低, 難道因為互聯網所衍生的問題, 我們就要取消互聯網, 令人類的文明行力保替嗎? 這些宇宙來講都是一樣, 當美處靈界於閉處, 聯合骨土取締的時候, 我們又是否因為這樣, 而殺了人類進步的機會呢? 因此我們應該放下監憂, 勇敢去面對將來, 那些新事物, 我們也要保有期望, 不要做政制之外, 多謝各位! 隔方劫變發言時間為3分40秒, 沒有過時, 沒有需扣分。 比賽來到這裏, 各位段落, 我將會和評判去聯絡一下, 處理分子的問題, 大把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也會在評判填妥分子之後, 就會逐一請他們為今場的評語, 這次你想請雙方留在原位, 大家等待一下, 在這裏也提醒評判, 如果你們準備好分子, 可以跟我說一聲, 也請你們提起街面評分的部分, 千萬不要漏了, 謝謝! 好, 好,我們現在可以先請藍田聖寶錄中學中文電論隊教練 黎雅蒙芝姐為大家做一些分享,有請 Hello,大家好 今場比賽都很有趣,因為元宇宙這個題目都是一件比較新的事 我就先由雙方的主線講起,其實今場很多後面的事 就是後面的rebuttal,哪一個打得好,哪一個打得沒那麼好 其實都很缺乏大家去怎樣詮釋和托展自己的主線 我覺得其實一開始,由標準方面,大家都很類似 就是有些很類似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但我覺得其實反方,如果你想做好一點,其實你們 要用多些自己的標準去講 例如,我覺得很多位置是可以再講闊一點的,去到口場 例如,你們說多了 因為我聽到結片,結片的時候就說了很多,台下都有的 就說,為什麼你們不用錢去 放在VR上,反而 為什麼不用錢去一些第三世界一些基層的醫療 就是你們很想說一些現實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是因為前場的時候,你們很經常用一條問題 去說,你在VR吃飯飽不飽? 如果不飽就代表VR是有問題的 這個類比是比較難去明白 因為政方很容易就可以推走 不是的,我們吃完飯再進去,有些精實上的自我實驗就行了 但我覺得要去到後面 你們才會講到,你們本身的重點是你覺得 因為人類的生存,或者人類的延續 是要在現實上去努力的 如果我們把精神的寄託放在虛擬實境那裏 那裏就能本末倒置 但是你們一開始其實是沒有 很確立的去講 反而用了這個類比,我就覺得 很可惜 還有,就算你們後場又輕輕看到 都是隱沒了在一堆 你們說的貧富懸殊那裏 混合了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標準 就是延續人類的存亡這個標準 是你們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很多一個大一點的東西可以說 因為這個 辯題本身是人類之禍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字 例如,可能現在經常都說 未來可能有能源危機 水資源又不夠 糧食危機 其實有很多問題 但是如果好像正方同學這樣說 我們做事,學習 娛樂 在虛擬實機裏面可以飛 其實大部份的時間都會投降 在裏面 到時候怎樣去解決這些生存危機呢 那些人反而好像你們所說 被那些娛樂麻醉了 我覺得是一個利用你自己的標準 比較完整的一個推論 這個是因為你們說得不清楚 所以今天整場 政方都不需要去面對 究竟未來這些危機怎樣去解決呢 究竟VR是否真的能夠幫助呢 他們只是說了 那些3D的 技術就可以幫忙去 手術 醫療上的一些進步 或者有些 新藥的研究成本比較低 我覺得這個都是正方的主線裏面 令人比較不足 因為你們是說了更大的創造空間 但是 你 實際上的一些 進步 只是說了醫療方面 但我覺得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例如建築 或者是 工作上你覺得有什麼行業是需要 有幫助呢 其實你可以說多一點 如果不然我就會覺得 所以人類之福就是 做手術做快了 或者藥 就可以 成本少了 少了一點 還有那個好像是 沒有一個 實際的 實際的例子 那樣 還有我覺得 例如有一些都是反方可以問多一點 例如他說 歷史 你可以看到古羅馬 用 虛擬實境去看 是不是這樣就代表人類之福 一個這麼大的字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做一些比較 我覺得正反雙方都是 今天 不是很多比較 因為 一件 是一定有利有弊 其實我覺得 你們去到後場有時候 可以大方承認一些利處 或者一些弊處 但是你要告訴評判 為什麼基於你的標準 我們那個 利或者我們那個弊 對人類來說 更加重要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樣的 角色 看完全場都沒有人可以做到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大家是 錯過了自己的標準 例如 情況也是 你說個人和社會的進退 去到後面 都沒有怎麼再提 然後 另一件 都是關於主線的東西 就是 反方 就會說 有操控 那些科技的企業 操控了人類的自由 例如 Facebook Facebook 美國的大選 就跟Facebook 那我就會覺得 有一點奇怪 因為 你舉的例子 是 現在都有的問題 是不是 現在整件事 不單止 元宇宙 互聯網 都是 人類之禍 我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很明顯 你這樣說 正方就說 現在都有的 其實 這個是企業的問題 不關元宇宙的事 甚至你說 炒賣的時候 正方都很輕易地 撥走了 就說這個是一向都有 是人類的問題 不是元宇宙的問題 這樣子 這些論調在後場 都出現了 因為反方沒有怎麼再追 正方 就是每一個位置都說這兩句 就完了 其實 真正方 你真的要想一下 如果反方是 醒的 是會追你的 你會怎麼回答 因為這樣 其實是 不是太受過的 反方可以怎樣去做好一點呢 我覺得你沒有去說到 究竟元宇宙和 現在這些互聯網 實際上的分別有多大 例如現在的 Facebook 或者 那些 互聯網 人類其實只不過是 可能在上面有一些 活動是比較少的 比起元宇宙 你是全個 學習 工作 你去聊天 什麼都在上面的時候 人在平台的時候 其實這些社交媒體 在那個程度是比較小的 但是你已經有這麼大的影響 對於 一些政治的選擇 或者你的思想的時候 可想而知 如果我 有了 元宇宙這個平台 那有多少 我還有多少的 東西可以由我自己控制呢 我覺得你們沒有 確實地告訴我 那個前後的分別是什麼 就會有一點覺得 跟現在的現況差不多 跟現在的現況差不多 是不是不是一個禍呢 我覺得這個是 反方要去想一下 如何去令到問題大一點 嚴重一點 然後呢 去到後面呢 去到後面呢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挺喜歡聽 正方說的 關於主線上的推進 就是例如說 可能殘疾的人士 可以 嘗一下在虛擬實境裡面 有其他不同的感官上面的體驗 又或者現在 COVID 那其實如果在這些情況 就是有 傳染病這些危機呢 那元宇宙就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甚至是 說 那些 容納到幾千萬人的校舍 那我得到一些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 我會明白到跟現實有什麼分別 所以 我覺得 在例子上 正方的運用都是比較好的 那 反而呢我就想說一下 例如反方 例子上面 去到後場 有一個是 偷情和小朋友 說一個媽媽和他的女兒的例子 那 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人類之禍 如果你是給例子的話 你單單說一對情侶 或者你是去說一個家庭 是一個比較小的例子 那 如果你真的用這些例子 也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要 後面加很多的論述去跟我說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 是關到整個人類整體的視線 但是我覺得 這些例子沒有好好的去 拓展去解釋 所以我就覺得 跟 整個 後面的推進是有一點分離了 那就 有些略為訊息了 那跟著 呃 好像說了很多 讓我很快這樣看了一點 然後最後一個提示 提醒呢 就是 去到 台客問答的時候 那麼 問問題就 真是最好是 問一條問題 因為 給分的時候 是 用問題問得很不好 就是我自己 不知道其他問題 就用問題問得很不好 去給分 而 答問題呢 都真的要聽清楚 對面的問題 在問什麼 要真是跟著那條問題去答 那就不要 就這樣去 說自己的項目 這樣 因為可能你們會覺得 有一個 一分鐘的時間 當別不跟他說 但是 因為這個始終是 答問 問答 所以就 最好 跟回 那 大家就 如果在分子裡看到有些分比較奇怪 就是因為這樣 我今天的評語就是這麼多 謝謝 謝謝黎小姐的分享 接著我們有請 可峰中學辯論隊教練 我們會跟各位分享 請 首先 今天雙方 其實都帶了一場 很精彩的 別輪比賽 剛剛前面的評判 其實都說得很仔細 我都簡單地 就著大家雙方的主論 和大家的拓展 去說一些 其實今天 正反雙方 出的那條主線 其實都是 很合理 和很正老 正方其實是由 個人社會 就是你覺得它可以 滿足到你個人的自我實驗 就是做到一些你在現實生活中 做不到的東西 或者你可以在促進社會的進步 我覺得其實在正方的 論點的推論 其實 好像剛剛那位評判說 我覺得因為其實 我們有很多例子 例如我們現在會有 元宇宙的concert 我們有元宇宙畢業電禮 我們其實有很多這些類型的 我們會說可以突破了 所謂現世界的限制 或者現世界的一些 問題的 一些例子 其實你們都可以用 因為整場聽來 我覺得你們 大部分例子 其實你們延長得挺好的 但是唯一就是 我整天就是 聽到你們說 醫療 那你們的項目 就會完全變成 好像 對醫療發展有很大的疲憶 或者 很大的好處 所以 這下我就會覺得 就是 你其實可以說醫療發展 因為其實醫療發展 是 的確影響智能 你可以 模擬很多次 就是在你的虛擬世界裡面 模擬很多次 然後再回來 做 其實我覺得你暗淺 想說的 那件事都是 因為現實的資源有限 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 手術的資源 或者沒有那麼多手術的材料 給你去做 但是虛擬世界 你可以 為所欲為 那這件事我覺得 你們其實可以在更多方面 去拓展 例如我覺得 例如教育可以說 甚至其實 除了醫療 現在很多 飛上太空 或者那類 其實你都可以在 虛擬世界上做到 那你們其實可以分 在不同的這些位置 可以分析下去的話 那會令到你們的 主論是會更加 好的 然後去到反方 其實我覺得反方開始出 那條主線 聽起來我是覺得 挺好的 就是你們主要想說 人類的延續 還有你們想說 出道普世價值 因為有自由和平等 你們聽起來 就很興奮的 但是你們後期的一些 追蹤 我就覺得 可能差了一點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們後期很強調的一件事就是 貧乎懸殊 就是你覺得 落後國家其實他們沒有能力 可以加入 沒有能力 有VR 但是我其實聽到第一次就是 如果你發展一件事 看所有東西 都要看這班落後國家 他們能不能夠拿到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都發展不到 如果真的說那些第三世界落後國家 他們網絡都沒有 然後他們手機又沒有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手機其實是禍呢 因為他們接觸不到手機 或者接觸不到很多東西 甚至搭不到飛機 是不是這些我們都 不應該發展呢 其實不是啦 以下我們應該看的就是 因為其實政府有回答你 我在元宇宙 可以做到的東西 就是我在元宇宙可能研發了一些成果 或者我在元宇宙可以研發到很多東西 然後我可以帶出來 給這些落後國家用 在推進整個社會的進程 所以我覺得你們問的時候 不是他們買不買到VR 而是 就算你在元宇宙研發到那些東西 落後國家他們能不能夠用到呢 那你們可以 在這個位置再說一下 還有我覺得其實 你們 因為反方我個人覺得 比較 強的位置 其實你們應該 現在說的就是他們那種 就是沉溺和你們的私隱問題 就是你們說那個沉溺的現象就是 分不到虛實 其實我覺得那個位置是你們應該更加 放多一些心血下去 說一說吧 因為你們上場其實我聽得比較 強說你們沉溺的人就是 就是你覺得他們會 在裡面玩 然後你覺得沉溺在裡面 其實就 滿足不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 日常需求 但我覺得 這件事就是因為 今天的變態其實不是說元宇宙取 也是現宇宙 我們純粹說的就是發展這件事 其實發展這件事是好的還是不好 其實我們很看一件事就是 它能否彌補到我們現宇宙的缺陷 其實今天政方都立刻跟你說了就是 其實今天元宇宙是一個工具 它其實只不過是 解決了我們元宇宙一些我們未能解決的東西 然後 從而我們是可以 加到一些幫助 給予元宇宙 所以我覺得 你們沉溺的東西反而要說到的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 沉溺了在裡面之後 會令到一些社會的事務 是會不做呢 就是他們是不是不做社會事務呢 或者他們 你們會不會有些什麼人 可能你們現在找不到數據 因為元宇宙都未真是發展 你們會不會找到一些 很多專家會說的 或者會不會有一些例如 類似是人工智能這些 其實他們最後 導致的後果就是 他們其實人類會放平 然後導致現社會 的一個落後 或者現社會的一個退步 這個才是你們要論證那個人類之禍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你們可以說到多少少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 反方今天可能還有一個比較 大一點的問題 我覺得是在台下 台上發問的那個位置 因為 我覺得 例如 好像反方 我忘記是否第一次的台下發問 這個 你們會比較一點 就是 你們 有一點 不是很對得 對方 他們其實 給你們那條問題 的中心 你們會 因為可能你們覺得 那樣東西不是你們想打的東西 你們就會落了自己的 去打 或者你落了自己的 主論去打 但其實 可能會差了一點點針對性 就會令到 那個 我聽起來就好像 好像有一點點問題 所答的感覺 還有你們問問題的時候 剛剛評判都說了 就是 因為我第一次 好像是反方第二次 還是第一次 我聽到一條比較多好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不把資源放下去 落後果價 都是你們第一條問題 我覺得問題挺好的 但是你們第二條又追加了一條 你就說 在醫療上面 其實醫療這些 就是你們有話跟我說的醫療 全部都是在精神上 醫療你 也不是在肉體上 醫療你 然後又彈著一條這樣的問題 於是 我就會覺得 你們雙重問題的話 別人對面就可以 簡單一點來回答你 那你們那條問題 那個攻擊性 就會立即弱了 所以我覺得 你們下次就 不需要那麼貪心 你們覺得 哪一樣是你們最能力的東西 我覺得整場就是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元宇寨現在要很多資源 而那些資源是否用得其所 我覺得你們可以想一想這個位置 然後 對 然後那條政方 我覺得 今天的政方比較大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評判說到我覺得 是一樣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們經常會說 你對方說的所有問題 其實是不是發展元宇宙的本質問題 但是其實 等一下我就會聽到的就是 雖然這件事未必是他的本質問題 可能是現實世界的問題 但是如果對方真的說到的就是 元宇宙其實會加劇了這些問題 就是他是惡化了這些 例如 即使現在的互聯網 我們是有私隱問題 但是元宇宙會不會令到私隱問題更加嚴重呢 其實今天是反方 如果你能夠論證到這件事的話 那對方其實 他那個 政方的博論 就無效了 但是當然今天 反方可能 未聽到這件事了 所以我也覺得 政方可以 想一想的就是 不是每次都一定說 不是本質問題 就打走 你們可以想一想的就是 會不會有什麼 真的比較好的方法 你們可以在下節準備的時候 都想一想 這就是我帶著上的評語 也辛苦大家 謝謝 烏小姐 最後我們有請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粵語辯論隊教練 梁希怡先生 替大家做一些定義的 有請 大家好 那就 針對一條辯題 先說一些大陸一點的東西 就是其實 雙方其實對於 在辯題上有些定義 都感覺上是沒有搞得很清楚的 就是除了主編一開出來 雙方主編除了一開出來 有定義的標準之後 其實去到後面 感覺上就已經在 不斷地重複 包括在例子上也好 對於 圓宇宙的形容也好 這方面也不斷地重複 所以 我覺得可以先去想一下 就是 究竟圓宇宙 即不論是現在 或者未來圓宇宙 不斷地發展 到底人類可以怎麼 應用這一種的科技呢 其實 正方開始有說到 圓宇宙有幾個的特點 例如是什麼 沉浸式的體驗 去中心化 互動性等等 我覺得其實 如果大家 可能有看過的資料 其實都知道 圓宇宙 圓宇宙其實比起 大家今天討論的 例如是戴了一個 VR的眼鏡 進入一個虛擬的世界樓 好像以一個 第一身的經歷去體驗 這些無絡世界 是比這件事更加廣闊的 當中說的 例如你們也提及過的 去中心化 背後說的例如是 一種區塊鏈的技術 是利用一些虛擬貨幣 或者NFT等等 這些全部的 這些技術 其實都會應用在 圓宇宙底下 所以其實今天 討論這條變題的時候 都不一定 只是討論 我今天帶了一個 Headset 是不是對於人類 來講好了呢 或者今天這些人 是不是真的能夠 帶到這個Headset 是不是真的 能夠進入 這個所謂的 圓宇宙底下呢 其實那個 討論的 那個 討論的東西 就是可以十分之廣 但是今天雙方都沒有 就是特意去開拓這個位置 可能一來因為 時間所限 以來其實原理就 因為都比較新 但是其實是一個 可以大家去 想一想的方向 以至於其實這些 技術是不單止影響著人 甚至影響著 未來整個 互聯網 怎麼去走 就好像大家都有說到 2D 2 3D 去到4D 的這種體驗 其實都有其他 就是都有其他方向來 會變得更加安全 更加有保障呢 又或者會不會令到 互聯網更加開放等等 就是這些可能比較上 還是可能會變得更加不安全 這個可能反方都有說過 就是這些方面 可以讓大家想一下 其實就是 第二個位置就是 人類支福或者禍 那這一方面 其實好像剛剛 之前的評判都有說過 我覺得 一開始這樣聽的話 反主對於 什麼叫人類支福或者禍 是有比較上 更加好的掌握 就是標準上 因為 有提到 例如人類特別之處 就是有一些普世價值的 那維護這些普世價值 就會維護得到 這些普世價值 就理應是福 不行的 就是禍 我覺得這個標準 對比起 正著開出來的標準 一定是 會好一點 因為比較上有規律一點 所以先看回 例如先說 人類之福 正方今天 對於人類之福的體驗 其實沒有說一個有特別的看法 實際上就是 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之上 究竟能不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如果能夠得到的話 能夠有些進步的話 就是人類之福的 沒有說不行 但是就要想的就是 究竟自己有足夠的方向 找到有沒有足夠的論點去支撐 因為今天開了兩個方向之後 理應就要在這些方向底下 不斷地說一些不同的好處 例如說三個 四個 什麼都好 但是今天 正方去到 後場的時候 正方開始都開到 例如 第一個論點說到一些什麼 社交上的 一些自我實現上的 第二個論點就是 創作空間 做手術 做教育等等 但是到了後場的時候 這些例子都開始不斷 不斷重複 最後聽到的都是關於醫療上的例子 例如是做手術 或者做一些新的藥物等等 所以要想的就是 會不會有其他的例子可以用到呢 例如 其實現在 有一些的 現在有一些的國家 有一些的城市 其實都在研究 在這個原宇宙底下 放自己的城市 就是在原宇宙底下 放一個自己的城市出來 背後可能是除了提供一些服務之外 更加是做一些數據分析等等 例如一些工廠 一些公司都會 進軍這個原宇宙 一來可能有一些 可能是宣傳的作用 二來都是 和我們其實都可以關於一些數據分析的 這些東西正正 其實好像跟 正方所說是配合到 你們第二個論點所說 是不是能夠 雙負雙成 去輔助人類 製造更多的 可能創作空間給他們 那這些方面就可以考慮一下 以至於 不會只是不斷地去重複一些 之前已經說過的一些好處 之前已經說過的一些好處 那麼 人類之禍呢 其實我覺得 反方也有更加多的東西 今天反方其實說的東西都還要做的 但是我覺得比較上 可以有進一步的推展 正如好像剛剛 之前評判也有說過 就是你們今天很斟酌就是 例如一些非洲或者二三線國家 到底能不能夠在這個圓圓圖底下得益呢 就是你們有說過 其實非洲的國家 可能非洲的那些小孩 其實買不起一個 看不到那些所謂的 什麼二次世界大戰等等 可以第一身進去的 那這些其實我覺得一開始開出來是好的 但是當對面開始講其他例子的時候 包括是說 其實當中有些科技 就是當中有些科技是不需要你 那些VIA Headset 都能夠體驗到來 是做什麼新藥物 那這些是你不需要買VIA Headset 都能夠體驗到的嘛 那所以 所以去到 後面的時候 當他們開了一些新的方向的時候 就不可以 不斷地說那些人買不到Headset 買不到Headset等等 因為這個說法其實 反方也重複了好幾次的 我聽到 那所以就想說 一來他們沒有資源去買Headset 這來說其實原來就在第一刻 真的得到一些 就算真的有一些技術上 一些科技上的進步 可能醫療上 教育上等等 那其實是不是 這些非洲國家 在非洲兒童 是否能夠體驗到呢 是否真的能夠吃到那些藥物的 或者那些藥物是否真的那麼有效呢 這些東西其實都可以去針著 去問回那個成效的 但是 是做到一個削離的作用 但是 反方來說 他對於這個位置的針著 就沒有去到足的 其次就是 第二個位置就是人類之禍 就是你們在掙索的 就是私隱上的問題 我覺得私隱上的問題 這個是好的 但是 同樣的就是 你突然無法解釋到原宇宙底下 私隱的問題 如何進一步惡化 有些說法的就是 當你發展原宇宙的時候 你說的是要透過一些 透過一些眼鏡 或者一些眼鏡才進入去的嘛 在這樣的情況下 變相 今天這些是大公司紀錄的 可能現在紀錄的 只是你的消費習慣 你平時的搜索紀錄等等 但是去到未來 當你進入原宇宙的時候 你是自己這個人進入原宇宙的嘛 那背後說的 不僅僅是剛才說的的東西 甚至是說 一些面部表情也好 一些肢體動作也好 甚至有說到原宇宙未來 可能只是 直入一個晶片 在你的腦裡面 變成其實你想些什麼 它們都能夠記錄到的時候 那這個 就正正反映了 變成一個私隱 在原宇宙發展之下 進一步惡化 而原宇宙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互聯網 就是互聯網的進化版 所以當未來 大家都一進入互聯網的時候 就必須自己這些 那麼多的資料 都會被這些大公司 去採集 去利用的時候 這個就反映了 究竟這個為什麼 是一個人類之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可以 再進一步這樣推心的 但是都是停留了在 現在的大公司 是會偷資料的 就完了 就是未去到 即 未推動 好像未推動 這件事真的會很嚴重 是會去到 我真的做到 是所謂的人類之外 我覺得未去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位置 對於反方來說 可惜的位置 就是其實今天 反方 很多事情都是重的 很多事情都是關事的 但是可惜的就是 去到後場就沒有辦法 再進一步推心 即沒有進一步去推心 擴展自己的論點 反駁 以至於 變成功績上 就有些失色 那麼 就是平原在這裡 謝謝林先生的分享 在我們公佈賽果之前 會先為大家宣佈 這場比賽的 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隔方第二副辯黃森瑜同學 宣佈賽果 隔方辯題 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 月方辯題 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禍 由隔方 波道書院 對月方 基督教聖約教會 建樂中學 隔方得票為3票 月方得票為0票 換言之由隔方波道書院勝出 恭喜 這場比賽來到這裡正式結束 謝謝大家 分子和錄影方面 會在兩個工作天內 上傳到雲端的文件夾 給老師和教練下載單 在這裡辛苦了 各位 我今天評判稍後再見 拜拜